大家好啊 好久不見了 前不久呢 我在門口撿到了一個快遞 也就是 關於為什麼我要背兩個這麼大的包 前面這個包裡裝的是精靈4 Pro 學校最近把一個壺給翻新了 所以老師就讓我用無人機去拍一張航拍的照片給他 然後今天用完了就要把無人機還過去了 關於穩定器的話 我之前只使用過智雲的兩款穩定器 一個是智雲雲赫Plus還有一個雲赫V2 用的比較多的是雲赫Plus 那個是我朋友買的 經常有借我玩 所以我還是蠻了解的吧 加上我之前有用過一段時間的小絲 因為買不起穩定器 穩定器太貴了 我用的那個小絲只要不到200塊我就買到了 性價比很高 但是小絲它有個缺點就是 它的上手難度真的很大很大 我練習了一個月 我才稍微有get到一些訣竅 而三軸電子穩定器呢 相比小絲它的使用成本就低了很多 很容易上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飛羽的G6 Plus 首先它有一個用於攜帶的一個盒子 穩定器可以被固定在裡面 然後配件也都能放得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設計 一個穩定器本體以及附送的小配件 還有數據線等等 然後這裡可以放電池 電池我已經裝到裡面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紙字的說明書 不過它的味道真的有點大 不知道怎麼形容的味道 反正不太好聞 這個就是穩定器本體了 我們學校裡的貓還挺多的 我們就去看這個穩定器吧 看這個穩定器 很久不客氣 你看看這個穩定器 現在在看這個穩定器 很久不可以 之前看到冷卻的… 讓我回到披一 прямо 去那邊 這邊就不會太動了 我們現在怎麼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ero Plus加上6300拍摄的画面 然后我还踩着滑板 先看一下画面的那些人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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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他方面的比如说APP和延时摄影之类的 我会再多使用它一段时间再给你们分享出来 那么就目前这一下午的体验来讲 我觉得这个稳定器还是可以的还是挺不错的 体积比较小然后重量也比较轻 我拿了一下午也没有什么负担 然后做工方面还可以 其实很多地方用了类服材质 防滑上我目前没有出现过打滑的情况 我觉得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这就是飞宇G6 Plus的上手第一印象 然后我对它的综合使用体验和测评会在以后分享出来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转发收藏投币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